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最简单的粉丝肉 用的料有什么 五花肉一块 这里是三斤五花肉 然后就是我送给大家的这个粉丝肉料 也就是说你直接就把这个粉丝肉拿来和到碗头 我这里也就是三斋 三斤肉更合适 因为我们里面的盐味都给你和好了 当然也就是五花肉 因为吃得特别重 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咽起这种鱼 就是说看你自己的口味 我觉得这个味道是巴适的 再来我们的清水加点 大开一下就加个半斤水 加薄 再来是有点青油 买个二两青油 蒸出来粉丝肉 没有油气不好吃 吃出来的白酒加点真香 你们家有什么五年一毛菜都可以用 这个不讲究 然后把它炒转 等它有什么吸收水分 这个是麻辣味的 最简单的厨法 但是你要想摘点椒麻 加点豆腐啊 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对了 然后这边我们就开始切肉了 然后把稍微切均匀 如果你喜欢吃瘦点的呢 你可以用理解做话的来蒸 但是这个我觉得这种粉丝肉蒸出来是没的一种 一般就是这种粉丝肉传统的蒸的话 它都是双熟一般里面 对了 又切完了 这样把它加进去拌匀 然后我们就会装碗了 每片要让它把它放一分之过去 它中间可以有连起的 我们要把它分开一下 对了 拌好了 我们这个粉丝肉的蒸碗呢 给大家说一下 讲究的呢 一般就是 6片 8片 4片 12片 你说你第一片下起了之后 你看 第一片就是皮子向下 箭子马起 一片一片的把它拌上去 这我们做一个就是有了8片的嘛 那么一种补枪就的呢 咋要弄呢 就是抓 这个就要爆火就是这种 蒸的时候大家记得哈 不要用特别深的碗 一定要用平一点的碗 你们的土碗没关系 补油肝碗 他们吃完的都可以 但是它一定要平一点 这样子它有了瘦的才均匀 才容易熟 很多朋友蒸不好 就是因为你说你这个太厚了 它就蒸不熟 然后还有一点呢 就是有说蒸的时间 像有说我们今天是用柴火烧蒸 一个半小时左右 效果最好 如果你没有那么多时间的话呢 当然你也可以用高压锅 高压锅好久呢 从上气开始蒸 半个小时 对了 拌好了之后 有说我们一般呢 吃这个还要打点底子 今天我用的时间 顺便呢 就把盆盆蒸 你也可以用红烧 外面啊 这个都可以 这个自己吃的 打底就没打那么厚 好 外面吃的这个底子 比较多 对了 上笼哦 哎哟 这个整个四碗刚刚合适 其实有点猪蒸笼 比不喜欢在笼面 它不用你上水 扛起 一个半小时以后 八十一百 时间到了 期待哈 八十一百 先拿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爆火的 翻出来看一下 哇 少点葱花 再来这碗 这碗是你说我管要的 马顺路的这碗是 真的香 来点葱花 来点葱花 分钟就是要时间更好 记得哦 一锅半个小时 高热锅半个小时 哎 真的香 嗯 八十一百 脑子 uffuffufff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